今天我們能夠在世界有一席之地 要感謝是多少前輩辛辛苦苦一步一步走過來 是多少人才辛辛苦苦從每一個崗位盡心盡力 那我的媽媽就是小學老師一輩子 我長於整個教育環境當年最貧乏的年代 哪怕我當到台北縣長 當時台北縣也是像現在新主任 極速擴張中 那時候人口接近已經400萬 那時候也是好幾個城鄉突然之間爆料都要學校 我做兩任台北縣長建了24所新學校 5800間新教室 所以我看到幾次質詢在地的立委都在在提出這個現象 我也看出教育部 潘部長他是最好的從國教 他這樣子雙方面面解決好多問題 我對於這五個學校特別責成教育部 讓新竹縣政府展現破例跟效益 我一向是如此要求 一向是這樣 他的規劃有沒有 沒有符合我們的教育政策以及為孩子所排 如果他的設計都能配合我們的教育政策 包括雙語包括整個的配置 要看整個夠不夠 隨著這些年齡的孩子 在國中也都要配置好 高中也都要配置好 連校地他都要準備好 如果他這個能夠如指 然後期限不能那麼慢 所以你六成我加一成七成再一次的呼籲 看看新竹縣的態度 也看看新竹縣議會的支持度 讓我們大家如果是一致 那願意讓我們加速 同時好好的往正向的教育發展 有一句話 窮不能窮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才能人才一直出來 我很期待 我們唯有人才才能在世界 有一席之地跟將來 讓我們一起努力 讓我們為台灣的未來更努力 謝謝大家